这边提到的16部电影,包含了核牌电影,一,《风铃火山》,两家闺流星云京城五谷建了高原原一场突然而来的爆炸事件,令香港富商隐蔭,牵引出贩毒者与贩毒者之间的角力。 贩毒集团继承人不惜一切制造社会混乱,为的竟是一个至下的理由,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原来,竟比想象中更可怕,更混乱,谁来拨乱反正。 二、逢在起时,国富城梁朝伟谭要文周文件70年代,香港廉政公署成立。 故事通过调查主任李子超,是冠恩誓言,对贪污探长进行追捕,揭开殖民地时代落幕前的篇章。 曾年不受患而保受压迫的警察磊勒,国富城市、玉南江、阳朝伟市,想要改变现状,而携手建立警察贪污制度,并坐上总华探长位置。 然而,权力膨胀导致黑白势力失衡,磊勒太太蔡珍,杜珍氏,因帮其上位而受黑社会迁怒,一直跟随他们的胖子韩周文监氏,及颜红,谭家文氏等人,一击净翻脸。 历史交替,廉政公署全球通缉贪污探长,磊勒与南江之首遮天的年代谢幕。 逢在起时,香港已不同往昔。 3.明日战绩 古前的刘青云张家辉明日战绩的故事设定在2055年,那时候的地球身是乌鸦和全球变暖问题的困扰。 一颗陨石击中地球,带来一种快速生长的畜虚类外星生物,它在净化地球的同时,也在杀赐一切生命,拯救地球的任务,落在了一只精英部队身上。 在与百姓生物作战的同时,他们也发现了一个惊天阴谋影片,有望于2019年究竟上映。 4.扫毒2 有德华谷签了苗桥伟毒品市场,维持四分天下的格局已久,但自从地藏与墨西哥大毒销跨境合作扩展势力,再加上一连串黑之黑的动作,独间变得风声鹤唳。 另一方面,因而十七眼目睹父亲被毒品损毁而嫉妒如仇的慈善家,兼金融巨子于顺天,正悬赏一一揭灭香港最大毒贩,此举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警员林郑峰本质力搜政治部地藏,毒败却因巨额悬赏,导致人身安全受威胁。 他在执行保护毒败的任务时深感无奈,但又被于涉嫌的出嫁所受获,陷入黑白政协的心理挣扎。 原来,于顺天和地,藏有不可告人的同门关系,一场天地对决一触即发。 5. 江河万事经,张达明吴正宇古迁了远永宜多号老师的中介如伟文,吴正宇。 是,与家庭主妇妻子舒贤,远永宜。 是,失业奋请儿子,吴赵轩。 是,沉迷忙恋的女儿,蔡颂思。 是,即生活不能自立的父亲张达明。 是一家无可或着每月要还房贷的结义缩饰生活。 鸡毛蒜皮的历历纠纷,还不完的买房贷款,善有老虾有小的干阿处境,都成了这个家随时爆发争吵的源泉。 而他们唯一舒缓焦虑的,就是那一扇窗外的海景。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突然有一天,一块飞来广告牌,满满全全阻挡到了整家人的视线,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去舒缓压力。 而这块广告牌的主人王小财,古天乐是,却不以为然。 解决无期,焦虑升级,卢伟文一家的疯狂计划就自展开。 六,寻情记,古天乐宣宣林峰影片制作成本,预计八千万人民币,再预留三千万座宣传,总预算高达一亿亿千万人民币。 再找到何事导演,预计明年终在内蒙开拍。 记者昨日向林峰经理人获万希求证,他在电话说,又收到古仔,为正式落实拍摄。 神在广州拍摄杜启峰芯片三人形的古仔就不愿意透露太多,他说,原则上如果真是开得成电影版,我是会坐向少龙一脚,其他是暂时不讲了。 七,深夜食堂,梁家辉邦超电影《深夜食堂》,讲述了在上海的某个不起眼的弄堂里,充满温情的深夜食堂悄然开张。 平凡的小人物,暖心的小故事,正在交替上演。 八,现期破案,吴彦祖王千元春夏卫施雅刑警队长忠诚带领着专案小组,对十年间多起重大持枪抢劫杀人爱见的,以张森为首的犯罪团伙进行通缉。 张森团伙代号老鹰,哥哥是恋有素,不仅手中掌握有大量的枪支弹药,性格上更是讲话残忍,作案之前习惯占于制高点,大量搜集地形资料。 为了早日抓住张森,中程率领专案组成员刻苦训练,甚至还在偶然之下,将自己曾经的相亲对象陈庆熙纳入了专案组。 在一次次高智商的较量和火拼中,张森团伙愈加猖獗,警方步步逼近十三。 恭喜八婆,梁洛诗梁勇琪,陈定阳千画。 九,神探大战,刘青云林峰蔡卓妍李若同香港发生连海命案,死者都是悬案一凶。 凶手自封神探轰动全城。 患上精神病的前神探陈军自建破案,协助中案组神探李宜吉方离近夫妻办案。 案情谜传使三人互相猜疑,真雄确定有其人,爆发神探大战。 十五,犯罪现场,古天乐玄玄张继聪。 十,沉默的证人,张家辉人嫌疑样子,由好莱坞一线动作导演雷尼哈明指导的几位犯罪动作片。 三名手持武器的狂躁废俘,在平安夜山入向防法医中心抢夺证物,枪杀了楼中保安,并劫持和暴虐对待两位法医。 在此期间,法医对废徒生分起了怀疑,而他们真正目的似乎另有隐情。 法医偷换证物,并利用对环境的了解,和身边专业器材,如柳叶刀,化学式机等等,进行平死反抗。 最终和被逼入陌路的废徒展开近身肉搏,面对法医中心,即将楼毁人亡的情景,双方同归于尽,还是一望侥幸逃脱还未可知。 11. 催眠裁决,张家辉张汉秦佩,轰动香港的临世家族凶杀案,踏入审讯最后一天。 18岁的集团带股东林自宜,涉嫌谋杀主席兼亲树林家伟,但社会普遍认为,被告罪名无法成立。 身为陪审员的许立生在退庭商议前,竟收到三岁女儿被绑架的影片,最妨要挟立生,必须要陪审团才定被告谋杀罪成,否则女儿性命不保。 身为心理学教授的立生实在无计可施,但属知立生过去的绑费却一语道破,一个曾经卑生国际的催眠师,怎会没办法呢? 在这个与时隔绝的退庭商议室内,立生只有不足两小时去完成任务。 他虽担心女儿安慰,却又不能报警,或者解散陪审团,更要在众目睽睽下,暗中对这个欺人陪审团进行催眠,操纵他们的决定。 12.热血和唱团 刘德华关信辉指导,刘德华主演的热血和唱团,发布仙道海报。 刘德华在片中将饰演一名铁匙的音乐指挥家,带领一群阴传获而被迫参加热血和唱团试验计划的废柴学生们。 他们将一起面对生命的挫折与挑战,在音乐中找回自我。 目前该片内地当机未定。 13.真三国无双 王卡汗跟吕良维古前的连续救命 真三国无双电影 14.新喜剧之王 王宝强周星驰2019春节当先作 回归小人物喜剧 重新聚焦在平凡生活中不甘平凡的人 七大武器之手折腾在线江湖 源之源为走心家接地气 纯搞笑风格的周星驰是喜剧 大年初一上映 26.林正风云、刘青云、张嘉辉、林嘉欣、袁永仪 15.叶问四 甄子丹允赴美国开馆的小龙 瘦无比洋人得罪当地人马 叶问献身引导小龙 以武震慑整个唐人街 亦得令华阳各路折服 懂得武术贵乎共荣 成为真正宗师 16.韩战三 勾赴成梁嘉辉 彭于艳、李志庭、杨采尼、周润发 刘德华总的来说 《韩扎2》是一部水准之上的作品 在如今港片示威的格局下 韩扎2找到了一种拍摄好看的主旋律电影的方法 在宣传香港精神的前提下 也保留了不少意味深长的政治戒毒空间 而影片的结局也依然留下悬念 宣告是后续的该系列第三部 这一星期也得到了制片人江志强的证实 当然了 这些只是2019年香港部分要上映的电影 你最期待哪一部电影呢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哎哟